王爷 你怎么站在这儿啊 许久没有喝酒 头有点晕 出来先行酒 刚好 我做了醒酒汤 你快趁人喝了吧 辛苦你了 不辛苦 我做饭的时候 就备下了 你肠胃不好 喝了酒要是不喝碗醒酒汤 胃里会难受的 你怎么知道我肠胃不好 这一路上我都看出来了 你不爱吃冰冷的 也不爱吃油腻的 再口渴也不肯喝口凉水 偶尔在马车里打盹的时候 还会把手习惯性的污在胃上 常年有胃病的人 多半都有这个习惯 谢谢你这样为我留意 不过 这件事情 还要请你替我保密 千万不要让我凶整 还有景仪他们知道 他们都不知道吗 一点小事没什么要紧 让他们知道 必要实事迁就 平添麻烦 那你把这个都喝了 我就替你保密 算是 愿意 你不要动 你不想要 其实我希望你 把这个都喝了 我算是 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 我身上 你不想要 你不能会 你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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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家里吃饭 在我们家里住 我们家里人都特别高兴 当真 当然 今天的事 我们家里人 都能跟别人说到好几年呢 我是说 我到你家里来 你真的很高兴 我 我 一开始 其实不想让你来我们家的 你说过如果决定不录用我 就把我送回家里 我怕你把我送回家里 就让我留在家里不要我了 而且 我在我们这儿 名声不太好 我怕你要是知道了 就算你打算录用我也会改变主意的 名声 我跟我哥 不是一个娘生的 我哥的娘 是我爹的娘子 他在生我哥的时候就难缠死了 我从来都不知道我娘是谁 外面的人 都说我是野种 不过 我现在想明白了 你说过 我只需要好好表现等你的决定 既然你都还没有告诉我你的决定 我就不能胡思乱想 我既然选择了想要跟着你 首先 就应该相信你 来 打开看看 我再打开看看 我再打开看看 你怎么会是 打开看看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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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去办公室 你怎么办 我办公室 你自己的办公室 只是时间太赶 一路上有条件有限 来不及做得更细致一些 这是你亲手做的 嗯 从长安这夜路出来 做的 嗯 不可能啊 我这夜路都跟你在一起 你不是看书就是看案卷 没见你做过这个 都是夜里的时候做的 夜里 你不睡觉的 我自小少眠 习惯了 只要你喜欢 我就不算白忙 当然喜欢 可是 这 太贵重了 若能让你用得成熟 它才是真的贵重